好弟兄姐妹 早安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 我们要先赞美你在这个美丽的早上 以大有能的双手把我们唤醒 把我们领到你的面前来 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你 我们赞美你 神啊诸天之下都是属你的 你的国必然要再降临 你的旨意要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非常的清楚 神啊我们何等幸运 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子民 神啊我们渴望在福音里面 在基督里面我们与你同行 直到那末日来临 我们知道你要来的日子快到了 因为世界外面的世界是这样的乱 外面的世界是这样的纷乱 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但是呢我们都很清楚 在圣经里面你告诉我们 你教导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去面对这个漠视 在几千年以前 挪亚的时代 在那个时候人也是非常败坏的 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有更多的使命 因为在这个时候人的罪孽更深重了 神啊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来向你认罪 我们在清晨的时候我们渴望 我们来接受你的教导 在圣经的经文里面 让我们清清楚楚的明白 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 我们要求你引导我们 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 在福音的正道上 我们能够走得妥妥当当 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OK我们先讲 我们现在讲的这一卷书是 圣经生命纪 生命纪 我们在英文里面叫 Deuteronomy Deuteronomy 中音在R上面 Ronomy 在后面 Deuteronomy OK我们前面讲到了 从已经讲到生命纪的24章 24章里面 后半段摩西有教导 这个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 很多时候你在收成粮食的时候 你的圆子里的水果的时候 你都要留一点余地 就是不要摘得那么干净 摘橄榄 摘葡萄都不要摘得那么干净 要留下一些呢 就是给那些贫穷 可怜 有需要的人 这个是 所以所有的犹太人 从小长大的时候 心里面就记得这个 这任何事情的时候 要给别人留一点 留给那些需要的人 我们在20节里面的时候 有讲到这个打橄榄 打橄榄树的时候 橄榄树上面的这些 这些橄榄呢 不要拿得太干净 不要拿得太干净 所以这是一个道理 就是说所有犹太人 他们在他们在注意 照顾这些贫穷需要的人里面 OK Live what remains for the alien 这个也包括外邦人 包括alien外邦人 住在跟犹太人混居的 这些人 fatherless 这些没有父亲的 那就是孤儿了 and the widow 这个寡妇 这些都是属于社会底层 需要帮助的人 那么 所以这个精神 耶和华教导的就是 这些人都是需要帮助的 你在你行有余力的情况之下 你都是要帮助他们的 我们看二十一节呢 前面就讲到除了葡萄 除了这个橄榄收成以外 葡萄的收成也是一个 我们就harvest the grapes 收成什么东西 我们都要用这个动词 harvest 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它可以做名词 它也可以做动词 所以讲harvest something 你去harvest什么东西 就是表示你把那个东西 给收成了 你地里种的庄稼 包括你种的玉米 种的稻米 种的麦子 你种的什么 都可以用这个harvest 这个字 所以harvest the grapes in your vineyard 在你的葡萄园里面的 这个葡萄 然后do not go over the vines again go over 是你走过一遍 收成一遍了 你再去再收成一遍 再把它再寻一寻 看哪里没有收干净的 再去哪 你就不要去了 do not go over go over the vines again go over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再去寻一遍 你再去做一遍 你千万不要再做了 枝子上 有没有摘到的葡萄 你就留着吧 live what remains for 一样的道理 这些留下来的是 留给谁呢 alien fatherless and the widow 这三样 OK 这是圣经里的教导 外邦人 外邦人 他是没有跟的 对吧 他不是说像犹太人 土生土长在这里 他也不是像犹太人 有这个继承 这个耶和华神 所分给他们的产业 他们没有产业 所以他们的生活 是比较可怜的 fatherless 没有父亲 没有父亲照顾 那肯定的 在犹太的社会里面 以色列的时代 以色列的时代的时候 全部都是靠男人 对吧 靠男人才是赚钱 才有金钱的来源 才有财富的来源 男人他们可以分得 这个以色列的土地 耶和华神分给他们 所以一个人一旦fatherless 一旦没有父亲以后 这个生活就可堪可虑了 the widow 肯定你死了丈夫之后 你的生活就没有保障了 所以这些都是社会底策 特别照顾的人 那么二十二章的最后一节说 Remember that Remember 你要记得 你要确切要记得这件事情 You were slaves in Egypt 所以摩西走之前 切切念资在资 一直在提醒这些以色列人 你们千万要记得 以前你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 你们在那里是做过人家的奴隶的 That is why I command you to do this 你们不要忘记你们在埃及 做人家的奴隶 所以我今天特别吩咐你们 你们要做这些事情 要懂得照顾那些需要的人 因为你自己也是从那个社会的底层 做人家的奴仆而来的 所以你应该体会到 体会得到 你应该体会得到那种在 做人家奴仆 在社会底层的时候的那种苦楚 好 我们来看下一章 这个字就是我们的生命纪的书 这个名字叫做Deuteronomy Deuteronomy 这就是生命纪 我们今天讲第25章 When men have a dispute Disput是什么东西 Disput是指两个人相争 争执不下 我是这样的意见 你是这样的意见 咱俩吵架 这不只是一般的吵架 而是我们意见非常非常不同 而且都不愿意放弃的时候 Men have a dispute 这个disput呢 很多时候也用在 比如说我收到信用卡的账单 这账单我不同意 这账单上面 这里有问题 那里有问题 这不是我花的 那个也是有疑问的 比如说我已经退货了 我不同意 这种就是一个disput Disput OK They are to take it to court In the judges will decide the case 所以当你们两人相争不下的时候 就可以把take it 是把这个案子 take it 把这个案子拿到法庭里面去 就是像我们今天讲的court 就是法庭里面 In the judges judges就是我们的法官 审判官 审判官呢 will decide the case 他就会来决定这个案子 decide the case 所以他会做一个正确的 就是从他的角度 他来审判 从公义的角度来审判的 acquitting acquitting the innocent OK and condemning the guilty 所以呢 他就要定 acquitting是说定什么人 OK 是有理的acquitting OK 我认为这个是有理 我那个认为那个是有理 就是acquitting这个字 这个动词 他认为 他会认为这个innocent innocent是那些无辜的人 无辜的人 绝对不是可能他这个 他没有做坏事 OK 他是无辜的 我们叫the innocent 还有the guilty 注意innocent guilty 表面上看都是形容词 但是当他加了定贯词以后 他就变成内一类的人 他就做一个 他有名词的功用作 比如说我们讲the poor the poor poor不是穷困的吗 但是我们加了the以后 他就变成穷的人 OK the rich OK the rich也是指负人 OK 所以the innocent 指的是那些无辜的人 the guilty 就是指那些有罪的人 OK 所以acquitting跟condeming 刚好是两个相反的 一个是给他定罪 一个是说他有理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好我们来看第二节 if the guilty man deserves to be bidden OK bidden beat beat这个字 B-E-A-T bidden beat 是指打人家被打 假如这个有罪的人 他是应该deserve to 他该承受什么事情 叫deserve to 他应该被打的话呢 the judge shall make him lie down and have him flog in his presence 这个时候法官会怎么做呢 法官应该这样做 摩西就是在指导 他们告诉他 法官这时候该怎么做呢 法官这时候就应该 让这个人躺下来 lie down 躺在地上 OK 躺下来 然后呢 have him flog in his presence flog flog这个字我们学过 在四福音里面 这个耶稣基督要上 十字架之前的时候 耶稣曾经受鞭刑 他们拿鞭子来抽打耶稣 虽然耶稣是无罪的 flog 所以flog这个字我们不要忘记 flog 他后面加ed 他指过去式 当过去式的时候 你要把那个g double g g要重复一遍 flg 再重复一个g 然后加ed OK in his presence in his presence 这个presence在这里指的 就是说 在他的面前 当着审判官的面 当面 当着他的面 要这样打 OK 然后呢 with the number of lashes his crime deserves OK so with the number of lashes OK 按照这个树目 这个树目 就是编的这个树目 打的这个次数是多少次呢 是lashes his crime deserves 他的最应得的是什么 他应该被打八十下 他就是打八十下 他的最应该打二十下 那就打二十下 所以是按照那个来打的 but he must not get him more than forty lashes 这个lash就是一下一下的边 OK 一下一下 但是不可以打他超过四十下 我刚刚讲的八十边 是不可以的 打这些边形 是不可以超过四十下 一方面我想可能也考虑 这个很少有人能承受到四十边 四十下一下 这几乎是不太可能 这会把人给打死了 if he is flawed more than that your brother will be degraded in your eyes OK 因为如果超过了此数 超过了这个数字的话 等于你就是 等于让你的兄弟就是清贱了 这个意思就是你确实就 great是 great是一个层级 great是说看重这个人 degrade呢 就是看清这个人 看不起这个人 所以呢 等于说在你的眼睛里面 in your eyes your brother will be degraded 这个你的这个 这个弟兄 这个以色列的弟兄呢 就会被清贱了 这个就太太不值得了 畢竟他们还是神的子民 他是耶和华神说 看重的 所以不要打他们 这个超过40下 最多只能打40下 就这样子 不能超过40下 最多就40下 degree这个字 学起来就是说 让什么东西变得很清贱 这个比如说 后来我家 这个有的人当着别人的面 做一些很不雅的动作 讲一些很 很不要的的 不可不恰当的话 这些都是 看不起别人 轻贱了 轻视了对方 be great do not muscle in ox okay while it is treading out the grain muscle muscle是把他的 拿一个东西 就有点像我们 猫或者是狗的时候 给他照上一个口罩 把他抓住 把他拢住 像牛的话呢 就是说 把他的这个颈子 给勒住 让他没有办法在那里 做他要多的动作 所以 do not mus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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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ox 你不要把这个牛给拽住 把他给抓住 把他罩住他的嘴 不要这样子 well it is treading off the grain treading out是怎样 他在那里 想要 踢那个骨子的时候 你不要把他的嘴给拢住 okay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用这个牛是一个比喻 我们再看第五节 就可以知道 if brothers are living together and one of them dies without a son 如果两个这些兄弟们住在一起 但其中有一个人呢 他是没有儿子的 他没有儿子 因为犹太人的时代 以色列人非常重视 他们的子嗣 okay 那他没有孩子怎么办呢 没有儿子可以继承 his widow must not marry outside the family 这个我们前面有提过 就说你是这个支派的 比如说你是犹大支派的 那现在你的这个 这个男的死了 这个男人死了 这个太太呢 可以再嫁 没有问题 但是他不可以嫁 除他先生这个支派以外的 他不能嫁到 除了犹大以外 就是他去嫁了这个西敏支派的 不可以 西敏支派的不可以 他必须 寡妇要再嫁 只能嫁他同一个宗族 同一个支派的人 这是可以的 但是不可以嫁其他的 这样子 因为这个牵涉到就是 他们的 耶和华分给他们的产业的问题 你现在如果说 嫁给了别的支派以后 那等于就把这个 这个支派的产业就带走了 所以不可以嫁 瓜非要再嫁 就只能嫁他先生 同一个支派 Her husband's brother shall take her and marry her and fulfill the duty of a brother-in-law to her 这个时候啊 因为兄弟住在一起 但其中一个兄弟 去世了 他没有这个孩子 那么照理说 这个嫂嫂呢 他的这个 他的 他的下家 等于他下一个先生呢 就应该是他先生的兄弟 他的先生兄弟之中 还没有娶的 就应该把他给娶了 这样子 接着这个婚姻的关系 就可以照顾他的生活 OK So Her husband's brother shall take her and marry her 跟他结婚 fulfill 尽到一个什么义务 fulfill the duty 是尽到一个什么义务呢 一个brother-in-law 他就变成 他是一个 brother-in-law 就是指的是 因为婚姻的关系 而成为兄弟 那这个意思就是 变成是 他跟他之间 等于是他的叔叔 或是他的伯伯 对吧 因为是他先生的兄弟 所以 尽到 这个兄弟的本分 但是他们这种兄弟的话 就是只是说 他是 跟这个女的呢 是因为他们是因为 姻亲的关系 产生了这个兄弟的关系 而成为他的叔叔 或他的伯伯 所以尽到这样的职责 来照顾他的 他的生活 The first son she bears shall carry on the name of the dead brother 所以他跟 现在这个第二任丈夫 也就是他的 姻亲关系 他先生的兄弟 结婚以后 如果生出来了小孩 第一个孩子 要怎么样 Carry on the name of the dead brother 他要继承 他要继承 算在他这个 死去的第一任丈夫的 这个名下 OK 这个死去的 算是这个第二任 丈夫的兄弟嘛 是吧 所以这个 生下来的 虽然是第二任兄弟 跟他 生日的 这第一个孩子呢 要算在死去的 这个兄弟的名下 so that his name will not be blotted out from Israel blotted out blotted out 是指说 把什么东西 给抹掉了 比如说你在墙上 写个字 纸上写个什么东西 把他blotted out 把他给抹掉 涂抹掉了 所以这样呢 这个 他的这个 死去的这位兄弟呢 就是算是有后了 这个以色列人 对这个也是很重视的 所以呢 跟第二个兄弟 OK 第二任丈夫 是他的原来 先生的这个兄弟 生下来的 头一个孩子 头胎的话呢 就算做 必须要是继承 他死去丈夫的名 那么这样子的话 他死去的丈夫 就等于不会从 以色列人中 名字给抹除掉了 他还是可以 继承他的产业的 However 然而 If a man does not want to marry his brother's wife 假如这个兄弟呢 比如说哥哥去世了 没有留下儿子 那么嫂嫂应该是要跟 第二个兄弟要结婚的 可是如果这个兄弟 本身不愿意 他不愿意娶 他这个嫂嫂的话呢 His brother's wife 他的兄弟的太太 那怎么办呢 She shall go to the elders at a town gate and say 这个时候 这个寡妇 因为 他不愿意兄弟的 这个 丈夫的兄弟 sorry 好像刚刚不想按到了 这个 如果这个寡妇 他本身 没有人娶她 他先生的 去世的先生的兄弟 不愿意娶她 他只有一个办法 他就是要到长老那里去 长老就在城门 那个地方的长老 到那里去 长老一般处理 这种公家事务 替众人解决问题 疑难杂症 长老都是会在 那个地方帮忙的 那么他就要到 城门口那个地方去 然后跟长老说了 My brother's My husband's brother refuses to carry on his brother's need in Israel 我去世的先生 的兄弟 他拒绝 让我先生的名 得以延续 在以色列人中 得以延续 就是意思 他不愿意娶我 让我生下一个孩子 来延续我丈夫 在以色列人中的名 那么 He will not fulfill the duty of a brother in law to me 他呢 就不愿意 进到这个 这个姻亲 兄弟的职份 duty of a brother in law 是我 姻亲兄弟的名分 来照顾我 不愿意对我 进这个职份 不愿意来照顾 我的生活 那么 then the elders of his town shall summon him summon是传唤 这个summon是一个 正式公家机关的传唤 就像 法庭 今天如果传唤 我到庭作证的话 就是用summon 传唤 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女的去告状 对吧 这个 寡妇已经去告状 那么这个长老 本城的长老呢 就应该要传唤这个人 传唤这个不愿意照顾 嫂嫂生活的 这个兄弟 talk to him 要跟他说话了 if he persist persist 意思就是说 执意 persist 是insist的意思 就是他 执意 他坚持要这样 persist insane 他坚持这样说 I do not want to marry her 我就不愿意跟他结婚 他坚持这样说的话呢 his brother's widow shall go up to him in the presence of the elders 这个时候 这兄弟还是当着这个长老的面 还是不愿意去 不愿意取这嫂嫂的话呢 那么这个兄弟的这个寡妇 该怎么办 他就要上 到他那里去 到这个兄弟的面前去 in the presence of the elders 当着这个长老的面 要做下面的事情 第一 take off one of his sandals 把这个兄弟的鞋子 其中一只凉鞋 给他脱掉 他们当时罗马时代 都是穿那种凉鞋 叫sandals take off 把他的一只凉鞋 给脱掉 spit in his face and say 上他的脸上 吐唾沫 吐口水 然后说这样的话 this is what is down to the man who will not build up his brother's family line ok so this is what is down 这就应该被这样做 我就应该要这样子做 怎么做呢 就是对那些人 to the man who那些人呢 他不愿意延续他哥哥的 建立他哥哥的这个 这个life family life 是说他的家庭 好像我们讲的家庭线 就是我们的血脉 外线一样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家谱 祖谱上面也是一样的 祖父传父亲 父亲传儿子 这是有一条family line 这是一条家庭线 家庭传习的这个家世 ok 这个就是针对那些 不愿意为他的兄弟 ok 建立家世的人 就要这样对待他 那这就是一种羞辱了 当着众人的面 当着长老的面 来羞辱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就没有做到 他该做的事情 that man's line shall be known in Israel as the family of the unsandled 那么这样这个人 他的嫂嫂去告了他 所以这个人呢 他的家世 他自己本身的家世呢 在以色列人中间 就要被称为 被羞辱 就被称为是 the family of the unsandled 在以色列人中 就称为他是一个 脱鞋 就是没有穿 没有穿两鞋 脱鞋之家 他是被人家脱了鞋子的家庭 这是一种耻辱 因为他们都没有尽到 他们该做的事情 他不愿意娶他的嫂嫂 假如两个人斗争 两个人在打架 打得很惨的时候 在争斗 the wife of one 其中一个人的老婆 comes to rescue her husband 她来解救她的丈夫 她来帮她丈夫打架 要解救她丈夫 从什么呢 脱离什么呢 from his assailant assailant是那个人 打她手 打她的这个争斗 伤害她这个叫做assailant 他要从这个里面 把她先生给解救出来的话 and she reaches out to seize him and seize him by his private part 那这个时候 因为她伸手 reach out 我们解释着伸手 就是把她的手给伸出来 伸出来做什么呢 and seize him seize him 是抓住的意思 她就抓住了呢 by his private parts private parts 指的就是她的下体 她的下体 伸直器 下体的部分 因为她这个老婆 是来帮忙打架的 帮忙打 然后呢 她就抓住了这个人的下体 为了要帮她自己的丈夫 因为两个男人相争嘛 像这种情况的话 注意这个地方 assailant assailant是这个 另外一个打她的那个人 那个攻击 攻击的那个 那个叫做怎么讲 叫袭击者 袭击她自己丈夫的这个袭击者 她要她要解救她的丈夫 避免被那个袭击 把她丈夫的人 给给打到 所以她就抓了这个人的下体 那么你该怎么做呢 因为这个女人伸了手 抓了她的下体 you shall cut up her hand show her no pity 这个时候 这个女人在 以色列人的这个法律里面 讲她是犯错的 因为她伸手去抓了 那个男人的下体 你就应该cut up her hand 要把她的手给剁下来 show her no pity no pity 就是说一点都不同情她 show her no pity 一点都不疼 不疼惜她 不联系她 do not have two differing ways in your back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可以在你的 你的 你的袋子里面 字面上的意思是说 在你的袋子里 不可以有两个不同的 这个 weight 这个weight是原来是重量的意思 但是这个weight是做名词 是指两个秤重的砝码 我们秤重的时候 我们中国也是有 做秤的时候都有那个砝码 对吧 一个一个往上加 那一个一个本身就是有重量 金属做的 可能是铜啊铁啊做的 这类的砝码 所以我们叫做你不可以有两个不同重量的砝码 砝码每一个重量都要一样 ok 不可以这个多一点 这个重一点 那个轻一点 one heavy one light 一个重 一个轻 heavy跟light是相对的两个字 一个是重的 一个是轻的 不可以这样子 那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 你凡是碰到这种事情都要非常公平的处理 就像你的砝码一样 ok 你在秤重的时候 衡量一个事情的时候 每个砝码都是一样的重量 你不可以 偏心这个 ok 判清另外一个 ok do not have two differing measures in your house 在你家里面的时候 你衡量事情 measures 度量衡去量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的家里面也不可以有两个不同一样 不同的量量这个容器 量这个东西的 也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你家里要量的东西都是一样一样的大小 one large one small 一个大 一个小 比如说你今天家里要量米了 给这个 你比较喜欢的这个孩子 你就给他剁大碗一点的饭 大碗一点的米 那你给这个另外这个小的你不喜欢他 那你就给他用小一点的容器来装这个粮食 这是不可以的 ok 好 第15节 you must have accurate and honest weights accurate accurate指的是非常精确的 什么东西很精确 正确的重量 比如说你量重量 一定要很精确 不管你量什么长宽高都是这样子 要accurate 很精确 honest 而且要很诚实的 要很诚信的这样子的 weight weight就是指那个量东西的砝码 还有measures measure呢 measure通常就是指量东西的一个容器 把东西放进去 不管你量液体也好 水也好 或者是麦子也好 它是一个measure 它是一个容器 所以这些 不管是砝码也好 这些容器也好 都是用来衡量事情的 衡量东西的 你都必须做到非常精确 accurate and honest 要很诚信 so that you may live long in the land 这样呢 你就可以在神所赐给你的土地上 活得很久 长长久久 这个地呢 就是the Lord your God is giving you 是神赐给你的地上 你可以在这里活得长长久久 for the Lord your God detest anyone who does these things detest ok detest这个字我们学过 我们还学过 detestable 厌恶的 证恶 可证恶的 那么detest 这个是一个动词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他是厌恶 什么事情呢 anyone who does these things 这样 这一类的事情 anyone who deals dishonestly 也就是任何人 deals dishonestly dishonest honest就是信实 诚实的 dishonest就刚好改一字 那些不诚实的人 不形意识的人 不诚实的人 deals with deals with 是做或者是处理 跟什么事情来往 我们叫做 deals dishonestly 这些做不公义的事情 这些做不信实的事情的人 不诚实的人 耶和华神 是detest 非常讨厌 非常憎恶 remember what 你要注意啊 这个时候 摩西在讲话的过程里 常常会提起 过去的历史事件 他会讲 他说你要记得啊 他会记得什么呢 what Emalekai Emalekai是那些人 基本上 Emalekai那些族人 那个民族的人 did to you along the way when you came out of Egypt 你们要记得 当你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ok 在那个路上 那个 Emalekai 他们那些人 那个族的人 是怎么对待你 ok 十八节 when you were weary and worn out weary是 一个人weary 是指这个人 累到不行了 很困顿 很疲乏的时候 worn out worn out是整个人 我们可以讲 鞋子worn out 一个鞋子worn out 是指这个鞋子 已经穿破了 衣服worn out 是衣服都穿破了 所以形容人 也是一样 这个人已经 快要倒地不起了 太困顿的时候 they met you on your journey 他们就在你们的路上 遇见你们了 这个Emalekai的族人 and cut up all who were lagging behind 他们把后面 所有 lagging behind 是在后面 软弱 疲弱的这些人 所有走在你们 对我后面 软弱疲弱的人 都给他cut off 都把他们给砍了 那they had no fear of God 这些人 这个主 Emalekai的族人 他们是 一点都不敬畏神的 no fear of God ok when the lawyer God gives you rest from all the enemies around you in the land 当在你这块土地上 约伯伯伯给你的 这块土地上 神呢 让你在这个地方休息 在你 给你这个迦南地 让你休息 让你避免 受到那些 那些敌人的 受到敌人的侵害的时候 He is giving you to possess as an inheritance 他给你这块地 迦南地 就是要让你能够 继承这个产业 inheritance 让你拥有 possess 是拥有 而且作为一个 继承的产业 you shall blot out the memory of Amalik Amalik from under heaven do not forget 千万不要忘记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 you shall blot out blot out 我们前面学过是 涂抹掉 把这些记忆 有关这种的记忆 整个抹掉 一笔勾销 整个抹掉 抹掉什么 the memory of Amalik Amalik 把这些有关Amalik 这些族人 当初这个 这个外民族 对你们不好的 这种记忆 整个把它抹掉 OK 所以要注意这件事情 from under heaven 在天底下 在整个天底下 要把这个 Amalik 这些人的 这种记忆 整个给他 涂抹掉 让你不再害怕 OK 好 我们这一章到19节 25章是比较短的 我们19节就读完了 好 我们在这里 停下来 然后呢 把这个时间 待会儿要交给 屏幕 屏幕同工要准备 屏幕同工准备 然后我们 准备待会儿 这个主持人也要 OK 好 我们做一个 简短的祷告 OK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 在今天我们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接下来要做 领读跟跟读的时间 神让我们真是 渴望 我们今天的网络 非常的通畅 我们的 所有的一切都交托 在你的手上 我们也渴望 今天的老师 能够 更有爱心 耐心的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来把 这个圣经读好 我们把这一切的事工 通通都交托 在你的手上 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事工 你要来 为我们讲解 圣经的道理 我们直接从你 从你的灵里面 来学习这些 福音的道理 谢谢神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请不吝点赞